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词叫变化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说说这个变化 演播室里边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老朋友 一位是江志强 江律师 另外这是央广特约评论员白玉老师 那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回顾一下即将过去的2018 再来展望一下美好的2019 那江律师 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即将过去的2018 您会怎么说呢 我的职业是律师 我能感受到2018年最大的变化 是我们法治的进步和司法改革的前进 白玉呢 我观察的面可能比较广 包括社会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一种变化 然后我会觉得今年有好多这种流行词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年初的时候 我们开始一个新词叫做命运共同题 这讲的是国家层面的 然后在各地的政府层面 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上海 提出了我们要做老百姓的殿小二 那么作用普通人的话 我们也要我们的美好愿望是什么 我们今年都能够有仅理 变化实施有 那今年格外多 我们要先通过一个短片来浏览一下改变中的2018 2018年3月11号 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完成了宪法修改的重大历史任务 实现了我国宪法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修改后的宪法更好地体现了全党和全体人民的意志 更好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更好地适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为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提供有利宪法保障 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2018年3月17号 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根据该方案 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了8个 副部级机构减少了7个 除国务院办公厅以外 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 为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 2018年4月2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自2018年5月1号起施行 这部法律明确了英雄烈士的历史功勋 对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 弘扬烈士精神方面等作出规定 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用行动回应社会各界对捍卫英雄的高度关切 2018年10月9号实施 公安消防部队移交应急管理部交接仪式举行 53年的消防部队成为历史 消防职业化迎来新起点 2018年11月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贤标志士和佩戴办法 正式公布施行 明确消防救援贤标志佩戴在奸章和领章上 消防救援贤是继军贤 警贤 官贤 外交贤之后 我国设立的一种新贤级 大家看 大到国际民生 小到个人的生活 这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 看完刚才的短片 白云 你的感想是什么 你觉得哪一点变化给你印象最为深刻呢 我觉得要说变化最为深刻的 就是今年我们整个的这种政府的机构改革 2018年的3月17号 13届全国人大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批准了这个方案 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下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 来回顾一下机构改革的步伐 2018年3月13号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醒13届全国人大 依次会议审议 3月17号 会议审议批准了该方案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根据该方案 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 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 除国务院办公厅外 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 3月23号 国家监察委正式挂牌 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移民管理局 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旅游部 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也正式挂牌 4月16号 生态环境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应急管理部等国务院新组建部门 作为第二批挂牌单位 分别举行挂牌仪式 正式对外履行职责 5月31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接牌亮相 至此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确定的25个应挂牌的新组建 或重新组建部门 全部完成挂牌 此外地方机构改革 也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9月以来 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密集获批 11月底前 31个省份机构改革方案 全部出炉并对外公布 进入落地实施阶段 这些改革都非常的真切 非常的实在 从1982年到2018 共进行了八次国务院机构的改革 这八次改革第一次是1982年 我们就记住这个数字 原来是100个机构 随后变成了61个 我们再来看2018年 2018年告诉大家的这个数字是 目前我们的政府的机构 已经一下减到了26个 应该说这种变化 我们都感受到了 为什么要这么改 这么改给我们的生活 又会带来哪些的变化 这样的一个大布置的改革变化之后 给老百姓切身的感受就是 你看现在我同一件事 不用再去跑那么多的部门了 而且各个部门之间 可能对于政策的理解又不同 各自的这种执行的力度等等 还有差异 现在问题变得简单了 而且高效了 我觉得这是老百姓 能够得到的 就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 实惠和开心的事 还是那句话叫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其实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 其中国家医疗保障局组建 让很多癌症病的患者受益了 那为什么呢 这个医保制度的整合 我们的医保有了更大的战略购买力 2018年10月 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了通知 将17种抗癌药 纳入了国家基本的医疗保险 还有工伤保险 以及生育保险的药品目录 以类的范围 那17种抗癌药呢 纳入了医保之后 给患者和医院都带来了哪些变化 下面呢 就跟随我们的记者 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和走法 戴先生今年70岁 平时喜欢参加爬山等户外活动 身体状况一直不错 不料2018年春节期间的一次感冒 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这个感冒就致起来慢 好的慢一点 好的慢一点以后呢 后来又发现呢 伴随其他的地方有一些疼痛 比如说脖子疼啊 耳朵疼啊 我们就做了一些检测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检测 叫Pet CT 这个Pet CT一出来 就明明确确地告诉我 我就是一个肺癌的四期的病人 经过进一步检查 戴先生被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 并且当时癌细胞移转移到了颈部 当时呢因为疾病发生到非常快 我那个时候呢已经脖子不行 腿也不行 走路过来都不行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坚决地就上了这个药 戴先生说的是一种针对肺癌的靶像药 当时刚刚在国内上市不久 药价约五万元一盒 病患需要每月服用一盒 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就在戴先生自费用药五个月后 2018年10月10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 关于17种药品 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以类范围的通知 我用的药的条件呢 基本上就减少了70% 所以从五万多块钱呢 就降到了一万多块钱 然后呢又多出了这个医保来进入 所以呢我的药呢 只用到了四五千块钱一个月 这样跟一个月五万块钱和四五千 就差异很大了 十倍的差异 目前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 已经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价格 而使药价达到这样的程度 国家医疗保障局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 做了大量的工作 9月15号的时候 我们组织这个通知十二家企业 来逐一来进行谈判 中国的市场比较大了 那么通过这种以量换价的方式 可以使价格降低 它能够拉入报销 医保基金是一个稳定的基金 能够给市场一个稳定的购买预期 所以他们也愿意降价 按照通知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集中采购机构 要在2018年10月底前 将谈判药品按支付标准 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网 医保经办部门要及时更新信息系统 确保2018年11月底前开始执行 那目前落实情况如何呢 目前应该来说是所有的省份 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这个药品 而且能够得到报销 为了防止各医院以药占比等理由 影响谈判药品供应 2018年11月21号 国家医保局人社部 国家卫健委三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17种国家医保谈判抗癌药 执行落实工作的通知 第一个呢就是 医保部门在2018年 对医疗机构进行核算时 因这个抗癌药发生的医疗费用 不列入这个2018年的 这个清算和结算的范围 第二个呢就是在制定 2019年对医疗机构 医保控制总额时 要充分考虑到这个抗癌药使用的 这个因素合力确定各个医疗机构的 这个费用总额 第三个呢就是要求各地 不得以这个医疗费用总控 药占别或者医院基本用药等理由吧 不采购药品或者是不使用药品 那么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 能够保证医院能够进这些药 医生能够使用这些药 患者呢最后能够用得上这个药 最后能够得到报销 应该说这个抗癌药入医保 它彰显的政策的温度 传递出的是政策的善意 让越来越多的患者用得起药 治得起病 来看一下 这一次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的药品的类别 应该是一共12种是实体肿瘤药 还有5种血液的肿瘤药 这是药品的数量 那么17种抗癌药的价格 还有非常大的变化 谈判之前 因为这是需要谈判的 那么和谈判之后 平均的零售价 整整降低了56.7% 打了对折还要多一些 是吧 那和周边的国家相比呢 也是偏低的 平均低了多少 36% 这多大的一个实惠啊 我想这方面 这个白宇作为媒体人 你应该也掌握相应的一个数量 大家提供一个PPT 我们来看一看 好 你看 其实我们的推进是从去年 17年的7月份开始的 对 这个药品准入首次的国家谈判 会包括15种肿瘤治疗药物在内的 36种高价钢需要 纳入了这个医保 从2018年的5月1号开始 那抗癌药等等这些药品的进口关税 我们变成了零关税 大家买药可以便宜了 那么再往后边 其实这种推进 那么到5月31号的时候 国家的医疗保障局开始组建 进一步地来推动 抗癌药降价的这个节奏 以及要变化的这种速度 那么从5月份开始 一直到6月份的时候 6月20号 那么国务院常务会议 对加快推进抗癌药降价工作 又进行了部署 那么从6月份开始 到7月份又一个新的变化了 国家保障局开展 新一轮的抗癌药的谈判 那这个谈判的速度 应该说非常快的 7月份到10月份 仅仅是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知道17种抗癌药 就纳入了医保的体系 对于这件事 网友其实也有话说 比如说这位说 抗癌绝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更是整个社会的权力以赴 那江律师 您在这方面 有哪些解读和理解呢 我们能够用得起抗癌药 其实最根本的 我觉得就是要提高 我们国家自主的 药研发的这个水平和进度 也就是说当我们国家 自己生产出来抗癌药 能够满足患者需求的时候 我们国家自己就可以 主导我们国内的 抗癌药的价格 这个时候百姓就使惠了 对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说 在我们这个医药的水平 没有达到这种 先进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进口的时候 那无碍会还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在进行谈判的时候 要降低进口药的价值 尽量地让我们百姓消费得起 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消费不起的时候 我们政府要提供补贴 让百姓感受到这种实惠 刚才我们谈到了 很多国家层面的这些变化 其实社会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稍后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那回首过往 40年里社会各行各业 包括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体会还挺深的 因为我跟改革开放 是一个同龄人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 就是我整个一个成长的经历 那我只说两点 一个是吃 一个是穿 好 这吃的方面 我们小的时候 基本上是以粗粮为主 当年吃上白面和米饭 那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是极少能有 咱就更别说吃肉的问题 那穿的东西的话 你比如说 我们家老大穿完 老二穿 老二穿 老三穿 叫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虽然谈不上祖传 但是也是兄弟之间互相传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 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 对 口说无凭 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不是看这书 这书不能看 为什么加在这本书里 来看看 这是一张邮票 真没见过 你看你都没见过 是吧 我们这很多年轻的编导都说 潮东老师您拿什么油票 这是花生油还是菜籽油 他们也这么问 汽油啊 其实是汽油的油票 当时在废纸这个油票的时候 我说还有几个义生的 你看十生的就得赶紧给加了 这义生漏网之余 扔了吧 别扔啊 留着 当做纪念 你看今天做节目用上了吧 好多人都没看过 开眼 看这个 我也给你展示一个东西 对 来我们看一看这个 这叫BP机 对 当年的通讯工具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手机的时候 人身上别这么一个 小黑盒子 要想找这个人怎么办 打电话 给那个巡呼台 它类似于是一个中转机构 对 您给我呼一下什么 552 335 可以 是这个小黑盒子的代码 对 然后你可以 后来有了汉险 对 你在上面跟我写上 那这个夜里12点了 写什么呀 姿势不对 起来重睡 就是为了过一下肝癮 证明我有这东西 这是当年的一个通讯工具 那么随着通讯工具的变化 后来我们就开始有了 各种各样的手机 是吧 一个手机既是相机 对 又是电话 同时还做 你说手机什么不是吧 没错 它什么都是 是吧 谁还拿着钱包 现在出去 拿着手机 不是什么都办了吗 对 社会的巨大变迁 人们在认知上 当然也发生了 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在今年我就觉得 大家对一件事情的认知 发生了改变 那就是不再容忍车闹这件事 你看提到这个关键词了 之前我们的报道当中 经常看到有乘客威胁司机 抢夺方案盘的这些事情发生 那下面呢 虽然这事不愉快 但是还是回顾一下 2018年10月27号 一辆大客车在灰屋高速上行驶 监控视频显示 14点16分 大客车进入长安隧道后 一男子因吸烟遭到司机制止 心怀不满 走到司机旁边 一拳打在对方脸上 大客车瞬间失控 撞上了隧道墙壁 撞车后 这名乘客还在与司机纠缠 2018年11月8号 安徽富阳林泉县城区 七路公交车上 一名男子声称自己上班 要迟到多次抢夺公交车司机方向盘 造成车辆行驶轨迹 急速改变 险些酿成交通事故 两天后 同样惊险的一幕 发生在广西南陵 207路公交车上 由于公交车站点 临时取消停靠 一名男子与司机发生冲突 一怒之下 他不断暴力踹向刷卡机 更举起灭火器 恐吓司机 几分钟后 民警赶到现场 将男子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据了解这名闹事的男子当天乘车前喝了酒 2018年11月21号 在浙江建德一辆公交车上 乘客米某上车后 没有出示任何减免公交车费的证件 也没有付钱 公交车司机要求米某投币乘车 米某却出现抵触情绪 车上的其他乘客不断劝说 有的乘客还替米某付了车费 即使如此 米某也未能平静 反而更加激动 与其他乘客理论起来 此时米某并没有察觉到 自己坐过了站 当他发现时 他的情绪突然失控 冲到驾驶室 猛拽司机的方向盘 公交车司机见状 迅速调整方向盘的姿态 并将车停了下来 威胁司机拳打脚踢 甚至还拿上了武器 真是不把生命当回事 2018年的11月 最高法发布了 公交车司程冲突 引发刑事案件分析的 司法大数据的专题报告 那报告当中 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 你看所有的这个行为当中 攻击司机的行为 占到了54.72% 然后还有其中 抢夺操控装置 就差不多方向盘吧 27.36% 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呢 因为下车 占37.74% 还有呢 因为车费 17.92% 这两项占了绝大多数 白宇 2018即将过去 再来概括地说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们特别都不希望看到的 我觉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是从两个方向入手 第一个方向 在我们的立法层面 我们应该去进一步地来 遏制这样的恶行事件 在它发生之前关口前置 第二件事情呢 是要保障正义 就是有正义之心的人 我们要保障他的行为 能够得到尽最大程度的这种保护 应该说在私乘的这种冲突之中 没有一个人是能够逃脱 与其中的关系的 是 那么无外乎我们 如果还原这个私乘的空间 就三部分 乘客 司机和其他乘客 对于乘客来讲 我通过立法进行完善 告诉你 如果你敢打 如果你敢威胁 司机敢抢夺方向盘 你要面临的是罚款 拘留 牢狱之灾 很多人就不会去做了 那么第二个主角就是司机 我觉得司机应该是规范驾驶 到站停车 这是你法不容辞的义务 那么对有极特殊情况的 你做变通处理就可以了 这样也会减少冲突 这波交通运输部 11月就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汽车 和电车运行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那其中提到了四点要求 你看第一点 切实加强城市公共汽电车 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 能力的培训教育 第二特别重要 要求新购置车辆应具有 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那鼓励再用的车辆 改装防护隔离设施 那第三呢 就是对乘客这方面 要有一定的安全意识 第四也特别重要 你再发现这种行为 你要及时地报警 基于这些措施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乘客 开始有勇气也有底气 站出来制止车闹的行为 2018年11月18号 四川绵羊一女子张某 因找手机错过下车时间 抢夺公交车司机方向盘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时日 2018年11月21号 名下银川一男子陈某 因干扰公交车司机正常行事 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 同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的 还有海南三亚的张某 2018年年初 在海南三亚的一辆公交车上 年过六旬的乘客张某 脚踹正在开车的司机 导致公交车失控撞墙 多名乘客摔倒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并不是一个轻罪 起刑即为三年 最高可处死刑 把乘客和公交司机的争执 上升到放火 投毒 爆炸 这种危险程度是否适当 这也是很多一线法官 量刑时的矛盾 2018年11月9号 在最高人民法院案例研究院 召开的案例大讲坛上 大法官胡云腾建议 针对在公交车上 采取暴力手段 危害私承人员安全 危急正在行驶中的 车辆安全的行为 可考虑在刑法中设立 防害安全驾驶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相关规定相牵接 同时还建议 在桥梁 隧道 高速公路或人员密集区域实施犯罪的 应当从众处罚 此前司机和乘客间的矛盾 经常被当民事纠纷淡化处理 而车闹平线 无论是私承人员的警惕性 还是警方执法的严厉程度都大大提升 有法可疑也打消了人们之前的顾虑 越来越多乘客开始有勇气 也有底气站出来 制止危害行车安全的行为 在天津 一辆公交车因为超车被拦下辱骂 一位老人立刻挡在车门口 阻止对方上车 并让司机别生气 快开走 在东北大庆 一名男子和司机因为琐事争吵起来 还打了司机一拳 这引起了大家的愤怒 司机靠边停车后 全车乘客将该男子轰下了车 最高法大法官已经呼吁 可以考虑在刑法当中设立 防害安全驾驶罪 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关的规定相衔接 那江律师作为一个法律的一线的从业人员 您对大法官的呼吁有何感想 我觉得这个呼吁非常好 如果能够尽快落实到立法层面的话 要加紧落实 因为这能够体现刑法的罪责性相适应原则 也就是说我们刑法规定了这是一种犯罪 那么对于行为人的约束到底有多大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之前在酒驾的时候 酒驾没入行之前 很多人侥幸心理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敢喝酒 喝完酒之后敢开车 但是酒驾一旦入行之后 我一旦酒驾 我被抓进去要判六个月以下的拘役 同时公务员要被免职 我们作为律师的要被吊销律师职业证 那么在这种情况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你敢违反吗 就不敢违反 法律上的这些保障硬件设施跟进 还有这就是心态认知上的变化 这些都是管住车闹的隔离门 而且是道道给力 刚才我们看到社会的变化 同时个人的命运 也总是处在变化当中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带来一些惊喜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左边这位是廖海军 右边这位是李锦莲 今年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2018年对河北唐山的廖海军来说 他家人被逮捕 2003年 唐山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判处廖海军 无期徒刑 他的父母廖友 黄玉秀犯包庇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 廖家人一直在申诉 并在不断地寻找证据 通过对卷宗的查询 廖海军的母亲黄玉秀和律师发现 警方在自己家里发现的血迹 经过公安部DNA对比 是黄玉秀本人的血迹 并不是被害人的血迹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 受理了黄玉秀的申诉 同年8月 最高人民法院下达 指令再审决定书 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廖海军 故意杀人案 2009年11月25号 河北高院做出裁定 撤销了唐山中院的判决 同时将廖海军的故意杀人案 发回到唐山中院重新审理 2016年 唐山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对案件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没有宣判结果 直到2018年8月9号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原审被告人廖海军 犯故意杀人罪 原审被告人廖友黄玉秀 犯包庇罪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并当庭宣判廖海军无罪 廖友黄玉秀无罪 江西吉安的李景年 同样是在2018年 被法院改判为无罪 1998年10月9号下午 李锦莲同村的两个男孩 因吃了有毒的糖果中毒死亡 当年48岁的李锦莲 因有重大作案嫌疑 被警方带走 经过多日审讯 李锦莲最终认罪 但在被批捕的当天 李锦莲突然翻供 称有罪供述是被刑讯逼迫所致 1999年7月6号 原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此案 法院认为 李锦莲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判决李锦莲死刑 缓其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锦莲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后 李锦莲进行了 200次无罪申诉 只有他在本人 在行刑逼供下 形成的有罪供诉 以及小孩受害人 死亡之后所做的事件报告 就这些证据 那么没有查清的是 读物的来源 没有查清的是 实时投毒的过程 整个投毒过程 没有任何目击者 这些东西都是本案当中 应当查清的问题 他们没有查清楚 然后就判一个人有罪 在众多法律工作者 和全国人大代表的 关注推动下 2011年2015年 最高人民法院 两次指令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此案 2018年6月1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改判李锦莲无罪 据我们了解 廖海君如今已经结婚生子 开始了新的生活 其实他重获新生 并不是个例 2018年的3月9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代表最高人民法院 向第13届 全国人民代表达会 报告工作 他就提到 就是从2013到2017年 那一共是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6747件 其中重大的冤错案件的 依法纠正是39件 78人 其中就包括我们都知道 这是忽格吉乐图 还有聂数宾案 并且依法宣告4874名被告人无罪 那针对这样的重大的改变 白宇 你作何感想 我觉得首先是体现了我们司法的公平公正和正义 那其实我们说司法的公平公正 它就是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 以及人民群众的福祉的一种保障 那么除此之外 让我们老百姓对于司法有了重新的认识 而且有了更多的信心 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纠正防范冤假错案 就是这道防线的最后的堡垒 纠正的冤假错案 不仅体现了司法公正 也让我们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回望2018年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那些都是温暖人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8马上就要过去了 还有12个小时 是吧 2019年 二位有什么样的期待 期待还真是挺多的 首先我们希望 我们的命运共同体 能够真的是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发挥更多的作用 让全世界的更多的老百姓 能够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好 江律师 我希望2019年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积极地参加到 这种法治晋升的进程之中 能够努力地实现中央所提出的 让每一个案件的老百姓 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我一哥们的一句话 我特别认同 说我就想做一个幸福的傻子 在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在2019年 国家 社会 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好 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一般年长大了 2019年准备出去上学校 变胖了吗 变瘦一点 然后吸牛软件能学好 感觉没什么感觉 好好毕业吧 换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 那还在慢慢地适应 努力减肥 自己不擅长领域里 取得了一些进步 2019年我希望自己 能够多陪陪家人 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进步 2019年希望自己 比之前成为更好的自己